大埔銅壽坊凌晨一場奪命火 一共造成一死七傷 消息指起火單位住了一對情侶 及他們養的三隻狗 星期四凌晨近三時 銅壽坊一棟堂樓的三樓單位最先起火 並且冒出大量濃煙 消防及救護趕到現場 藍護主被救出時已昏迷 宋苑搶救後不治 女護主就大同愛犬逃生 她沒有受傷但懷疑受驚 起火單位樓上包括四樓及五樓 一共七名住戶因吸入濃煙不適 需要送院治理 現場消息指 當時火勢來得很急 而且火勢猛烈 不少街坊逃生時鞋都穿不及 到了早上 可以見到單位的窗框燒到爛 幾乎脫得出來 現場仍未解封 警方進入單位調查 起火原因懷疑是單位的拖板短路所致 女護主也回到單位了解情況 是吧 阿嬌 會不會不及 只不及 不及 不及 旨錶 真吃 有 感谢观看